小龙女被尹之平所辱 读者为何难以接受 你看尹之平那晚待了多久 看完金庸的武侠小说 是不是恨不得穿越到金庸笔下的江湖世界里化身为主角 在邂逅其击败终极反派为民除害之后 携手红颜知己的仙仙玉手 从此退出江湖隐居山林 不过倘若你穿越去了神雕时代成了杨过 你能否经受得住一系列的连番打击 原来杨过自幼丧父丧母 在嘉兴乞讨都日 机缘巧合之下遇到了郭靖 小五排挤来到了钟南山拜师学艺 因为解药不逊 杨过又被赵志敬月的体无完肤 好不容易拜了小龙女为师 却又会平生和小龙女聚少离多 但杨过在绝情谷谷底和小龙女久别重逢之时 此时的杨过已是两病斑白憔悴不堪 更让读者们扼腕叹息的是 杨过的妻子小龙女早就在16年前将就贞结丢失在钟南山 这么一位貌若天仙冰清玉洁的绝瑟女子 为何会有如此让人难以接受的遭遇 小龙女有一种别样的清冷之美 加上她自小待在古墓休息育女心境 早就病出了喜怒哀乐 就算将她拉扯大的孙婆婆离世 小龙女也不会流下一滴眼泪 正如小龙女和杨过所说的那样 一个人总是要死的 孙婆婆若是不死在好大通手里 再过几年 她好端端的自己也会死 多活几年 少活几年 又有什么分别 小龙女轻力秀压莫可逼世 可是言行举止都是如此冰冷淡漠 杨过不禁怀疑 眼前的这位冰美人 到底是水晶座的 还是个雪人儿 小龙女的性格也是单纯率真 不安事事的她 根本不知道外面的花花世界 有多么险恶 她天真的认为 只要自己喜欢孔儿 孔儿又喜欢自己 两个人就能结尾夫妻 一辈子也不会分开 让小龙女始料未及的是 当杨过在英雄会上喊出 非自己不娶之后 不仅群雄投来了鄙夷的眼神 就连对杨过势如己出的郭靖 也扬起手来 试图一掌击毙了杨过 这个大逆不道之徒 小龙女身上的悲剧 还远不近于此 她被疯疯癫癫的欧阳峰 点中了穴位 无法动弹 最后被全真教的尹志平 趁虚而入 尹志平乃全真教的 第三代弟子 本是全真教的未来接班人 可这么一位修真多年的道士 却被小龙女的美色 迷得神魂颠倒 无法自拔 在小龙女被欧阳峰点了穴道 躺在草地上 无法动弹之时 尹志平恰逢其时地出现了 只见她捏手捏脚地 靠近了小龙女 然后在她的眼睛上 蒙上了一块青布 最后辣手催花 欺辱了小龙女 尹志平得手之后 拂袖而去 修炼蛤蟆功归来的杨过 却成了替死鬼 待杨过将一扇不整的 小龙女拂起之后 小龙女浑身像没了骨头一般 软瘫在杨过的怀里 随后 这一对年轻人发生了争执 小龙女认为 既然你对我做了这个事 就要负责 可你为何还叫我姑姑 对杨过而言 她曾在桃花岛上 跟着黄荣补读四书五经 她深知 师父就是师父 是不能取来为妻的 就在杨过茫然不解之时 小龙女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愤然离去 从此 这一对神仙眷侣开启了杜劫模式 他们二人历经了诸多生死磨难 最后才在16年之后的 绝情谷谷底再一次享用 出读神雕侠侣的时候 是不是很难理解 金英雍为何要给小龙女 安排如此狗血的剧情 尽男主身惨治不惨 但身为女主的小龙女 拥有倾国倾城之貌 为何却将真结丢失在他人之手 这样的设定 就算放到金英雍拳击里 也是绝无仅有的 有的读者认为 金英雍起初将小龙女 刻画得好似仙女下凡 物是人间烟火一般 然后又借着他人之手将其玷污 这样的反差 不仅让读者们 有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也让金英雍宣泄了 他当年的情感挫折 这样的说法 是不是空穴来风 惨遭遇愤慨不已 更由盛哲直接气疏不读 就算过了几十年的时间 在重新谈及这件事的时候 一些人依旧愤愤不平 对尹志平这个角色 恨得咬牙切齿 金英本人也意识到 自己犯下了大错 毕竟尹志平可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于是金英在晚年 发行了新修版神雕侠侣 试图让发音相似的真治病 将尹志平取而代之 无奈尹志平这个角色 太过于深入人心 金英改动人民的效果 并不是很好 其实读者们之所以如此痛恨尹志平 除了尹志平趁人之位之外 他在小龙女身旁待的时间 也让人难以接受 不信你看看 金英留在原文里的暗示就懂了 原文学道 杨过睡到半夜 突然被小龙女和欧阳峰的打斗声惊醒 随着杨过使出酒银真惊的一招 欧阳峰和小龙女就此停止了打斗 随后欧阳峰点了小龙女的穴位之后 带着杨过到远处的草地上练功 小龙女则躺在地上 仰望星空正正出神 既然有星光闪烁 证明此时仍是午夜时分 不久 小龙女听到了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 接着一块青布蒙住了自己的眼睛 另一边的杨过则专心致志地 跟着欧阳峰练习蛤蟆功 由于欧阳峰运练酒银真惊 加上杨过又懂一些酒银真惊的经文 因此二人是在草地上 讨论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不过杨过天资聪颖 即便不能禁赎领会 也很快就记住了 眼见杨过既甚佳 欧阳峰心中欣喜 越说兴致越高 直说到天色大明 才将两大奇功的要指说完 但欧阳峰再次发电不辞而别之时 杨过也从原路返回 却在归途中碰到了慌慌张张的尹志平 从小龙女仰望星空的半夜 到杨过归来的天色大明 你看看尹志平和小龙女待了多久 难怪一些细心的读者会直接气数不读 更有甚者喊出了射雕之后 再无金庸武侠这样的话 原来金庸留在原文里的暗示 综上金庸的武侠小说 绝非只是成年人的童话 反而映射了现实中的一些人一些事